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全国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占定面积4000余亩 现有教职工5393人 学校学科涵盖11大门类 现有本科专业87个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两个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七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一个 湖北省重点学科二十四个 现有普通本科生三万七千余人 博士 硕士生一万六千余人 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一千一百余人 学校在新材料 建筑材料 光纤团感 新能源 交通与物流 机电与汽车 信息和资源环境等领域 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实验室 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自主创新研发基地二十七个 把握学术发展前沿 积极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重要需求 开展三轮全校范围内的教育思想 与学科建设大讨论 不断强化学科建设的核心地位 以211工程和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 加强基础学科 扶持优势学科 促进新兴学科 重视交叉学科 构建学科发展新格局 先后为建工建材 交通 汽车三大行业和社会 培养了五十多万高级专门人才 取得了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成为我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存在着厚重历史和时代风华的武汉理工大学 人才辈出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 多名杰出校友 受到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翁家宝 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李鹏 李兰青 于正生 刘延东 马凯 陈志力等分别来校视察 学校秉承传统担当责任 不断续写新的光荣和梦想 合并组建后的武汉理工大学 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 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精神 以对学生 家长和社会大爱的情怀 应视而动 那两江之豪气 会三孝之精华 在融合中求发展 在发展中促融合 改革创新 彰显特色 形成了一人为本 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 明确了特色发展战略 创新发展战略 协调发展战略和国际化战略 提出了卓越教育 卓越人才 卓越人生的卓越教育理念 注就了厚德博学 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确立了整体学科国内一流 部分学科水平 国际一流的办学目标 奏向了建设让人民满意 让世人仰慕的优秀大学的 灰红续去 正处于发展战略转变关键时期的武汉理工大学 牢牢把握机遇 把自身发展放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三大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以及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局中定位 思考和谋划 依法办学 依法治校 2013年 学校张成正式出台 是教育部首批核准的六所大学之一 张成的诞生标志着学校的发展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 把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转化为学校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卓越行动 全力实施2020卓越行动计划 通过一流学科引领 卓越教育之称 现代大学治理 全面协同保障 推动建设和发展的新跨越 逆水行中 不进而择退 在继承中光大传统 在创新中极具优势 在改革中彰显精神 在发展中创造特色 武汉理工大学以巨大勇气和高昂激情 所描绘的学校发展蓝图 把握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脉步 抓住了大学发展的生命线 体现了理工人的一种大视野 大智慧 大战略和大情怀 把学校的发展顺势推上高等教育的制高点 学校老老把握大学的艺人本质和学术本位 大手笔实施人才战略 实现了高水平学科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建设的重大托付 人才队伍结构重大改善 教师队伍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视野 显著增强 学校现有教授七百九十三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人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一人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一人 面向全球聘任的战略科学家十七人 国家千人计划十九人 万人计划五人 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首席科学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教授 青年学者十四人 国家籍教学名师获奖者三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七人 以特色优势学科为依托的教学科研团队 基本行程 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部级科研基地 为依托的科技创新团队日渐成熟 以光纤传感 绿色建材 交通安全 燃料电池 高速船舶和港口自动化等 为依托的科技开发团队 一军突起 标志着人才队伍整体实力的 根本性提升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学校国家级科研基地取得了新突破 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能力不断提升 在不断创新跨越中 以一项像原创科技成果 实现了综合办学实力的快速崛起 近十年来 学校科技研发投入五十多亿元 取得了一大批自主创新的重大技术成果 相继建设了材料复合新技术 硅酸岩建筑材料和光纤传感技术 水运安全技术等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 一批高水平原创性成果在Nature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 一批学者的SCI论文入选ESI高背影论文 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得到推广和应用 以光纤传感器高速传播 电动汽车以及新材料 绑口机械软件开发等 可以代表的校办高科技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位于国家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 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 占定面级825 规矩一批依托学校特色和优势学科的高新科技产业 成为武汉中国光谷的亮点 学校贯彻落实卓学就义理念 构建以荣誉感为核心的道德素质培养体系 以人生境界为核心的人文素质培养体系 以适应能力为核心的实践素质培养体系 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专业素质培养体系 不断深化教育教区改革 激活了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 学校很抓质量工程 强化绿人质量意识 构建起全方位 全过程和全员性三权教育督导 评估体制和质量监控体系 2007年 学校高水平通过本科教学评估 是对我校办学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 更促进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全面规范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保持在95%左右 本科招生第一志愿录取比率超过99% 学校坚持实施国际化战略 提升国际化水平 先后与世界一百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 建立了人才培养和科技合作关系 先后获批建立了先进材料技术 高速传播技术 功能薄膜新材料的先进制备技术 及工程应用三个国家学科创新引致基地 和材料复合新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 环境友好建筑材料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先后与一批国外知名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 聘请了三百余名国外知名学者 担任学校客座和名誉教授 采取多种方式联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定期选派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 出国深造 并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办学 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 国际影响逐步扩大 在英国泰伍市高等教育报大学排行榜 学校连续三年进入亚洲大学一百强 连续两年进入世界大学四百强 首次进入QS亚洲大学排名榜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榜 和ARW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行榜 进入最具影响力的四个世界大学排名榜 这是国际学界对我校办学特色和办学水平的高度肯定 极大的鼓舞了奋进中的理工人 学校实现了教育部与交通部 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建 学校与海南 贵州 河北 广西等 十多个省自治区市政府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建立了建材建工 交通 汽车三大行业董事会 汇聚219家大型骨干企业共谋学校发展 学校成立的校友总会和68个省级与地区校友分会 吸引海内外五十多万校友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校园文化 任务无声 在充满诗意的校园 处处都能感受到理工大师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以文载道 以文化人 以文肃静 武汉理工大学文化策 成为展示学校文化建设成果的新窗口 对外宣传与交流的新名片 广大师生员工参与文化建设的新载体 南湖新图书馆 校使馆 艺术馆 日益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 以国家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为依托 打造了理工大讲堂 高雅艺术进校园 科技文化节 金秋艺术节等一批校园文化品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 学生实践创新比赛 取得了傲人成绩 学校深入开展责任 诚信 诚采 三项教育 志愿服务活动 涌现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郎坤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赵银龙等 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 形成了独有的理工全新现象 为拓展发展空间 学校新建了一个布局科学 功能先进 环境优美 风格独特的现代化大校园 新老校园各掌魅力 交相归影 校园里的一层一幕 都静润着律师与文化的音韵 风格有物 足以宜人之性情 回首六十余载的办学历程 它是那样的令理工人无限回味和景仰 教育思想转变 办学理念提升 教学模式改革 人才培养创新 校园建设拓展 综合实力 实现了新的跨越 社会影响显著提升 形成了不具特色的办学特点和比较优势 长风破浪 云帆直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学校将建设让人民满意 让世人仰慕的优秀大学 作为学校崇高的大学理想和核心价值追求 这是我们的追求 更是时代的重托 理工人将不如使命 秉承优良传统 弘扬理工精神 学校将高级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的旗帜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开放的观念 更加包容的心态 更加务实的精神 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一代又一代 能够以智慧引领人生 具有卓学追求和卓学能力 能够引领三大行业和区域发展的卓学人才 朝着整体水平 国内一流 部分学科水平 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目标迈进 我写新篇章 创造新辉煌 计创造新辉煌 语言